好了 繼續來看這件 是發生在高雄的港岸疫苗 這個水裡叫的外包上 有兩個工人 掌握報告 嚴重去清下水道 到這個晚上七點多 都沒有回報到工廠的進度 剛才有警察到附近去巡邏 發現這個路中的人空外打開 但是沒有時間的人員 我先來看 發現有人 躲躲在三四米親的空洞裡面 馬上通報叫人出來 但是賣付了 兩個人都失望了 太太是上心大口 這個出事的原因要來調查 那該部工程車施工的時候 並沒有使用任何燈光 那現場附近周遭也沒有任何的施工人員 那遠景發現不太對勁 便下車查看 這間鋼岸的疫苗發生在高雄的嚴重庫 地藏的補水裡叫外包上兩個工人 到大公路去清下水道 鑑識去的外面有看到 一個工人先進去 沒有多久 另外一個工人覺得不對 也對著漏去 兩人落不再起來了 在發電的時候已經躲在晚上來 其中一個人讓土口蓋住 通常的作業方式會有兩個人 那一個人他在洞口負責去把那個管伸到 那個下水道裡面 那另外一個人在地面上 他負責操控那個車子裡面的重啟設備 那一般這個作業他人 他是不會下到汙水下水道 明明是不需要進去下水道做出 還是為什麼工人會去進去 到底是疫苗還是其他的原因 希望我們來臺灣需要進入調查